俄罗斯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16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在接受加拿大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他有意取消此前政府与沙特之间的 一笔价值130亿美元的军火贸易 理由是抗议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杀事件 即沙特在野门发动的战争 针对卡舒吉被杀以及野门战争仪式 此前已经有多个欧洲国家 停止给沙特提供武器装备以示抗议 原以为这这风已经过去了 没想到此时加拿大政府又重新提了出来 尽管用加拿大总理的话来理解 加拿大政府这次是站在正义一面 出于人道主义而停止和沙特之间的军火贸易 据悉这是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对外军售合同 现在的情况是 加拿大县政府不想继续履行合同 而且还不想支付违约金 这就比较尴尬了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之前两国政府已经签订了军购合同 所以只要是违约 就必须支付违约金 这点美国人很快就提醒了他的邻居 媒体报道 加拿大总理发表这一言论后不久 美国国防承包商通用动力公司就警告加拿大政府 如果取消与沙特之间的军购合同 那么加拿大最多将会支付数十亿美金的违约金 最近几年加拿大和沙特因为军火订单 一直脑得比较尴尬 尤其是在今年八月份 两国还因沙特女权的事情闹过一段时间的外交风波 有着和欧洲国家同样血统的加拿大 不回任何挑起战争的国家 也门战争几乎是沙特一手挑起的不说 还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所以在发现沙特政府白买来的武器用于也门战争 进行各种违背人道主义活动的时候 加拿大就不乐意继续履行合同了 而且加拿大现在的总理 已经不是当年和沙特签订合同的斯蒂芬哈破了 现任总理特鲁多完全有理由 终止这个他认为不正确的合同 每次我们在网上看沙特的照片 不是珠光宝器的沙特贵族王室 就是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 甚至有人说 在沙特做一个乞丐也可以过得相当富裕 然而实际情况下 在高度发达的经济背后 是沙特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的落后 沙特是一个高度政教合一的国家 最大的特点就是女性没有权利 沙特女性注定要悲惨一生 小时候还可以露个脸拍照 等到结婚之后出门能被看见的就只有手和眼睛 并且还必须要有男人带着 违法的话会遭受边刑 如果有女性敢挑战那就是大逆不道 就在今年8月加拿大收留了逃亡的沙特女权人士 随后沙特政府展开一系列扳机 包括把加拿大外交官赶出沙特 如今加拿大总理说要取消和沙特的军购订单 不排除和双方最近的一次争吵有关 不过话又说回来 特鲁多想在没有损失的情况下就停止军手 恐怕真不是那么容易的